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法 比如说对咱们的战来说 对吧 对战 和对列来说 他们的主要的实现的方式呢 是通过宿主 对吧 宿主 宿主 那么链表呢 主要是通过 链表是通过一个面向对象的一种方式 对吧 链表 就通过面向对象的一种方式去实现的 然后呢 集合跟字典 别说了 是通过对象 对吧 通过对象的方式去实现的 而且呢 在JS中 自带了一个set和map 两个类 对不对 是在JS6里面新增的 对这两种数据结构的一种实现 对吧 所以前面的东西呢 我们都是学起来都比较简单的 因为呢 有JS这么一个参照物 但接下来我们要学这种可以 真正的称之为比较复杂的一种结构 叫做竖结构 对吧 去 那么数结构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很多了 对吧 说数结构 数结构呢 是比如说HTML就是一个数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例子 第一个 这是一个数结构的示意图 其实我们 电脑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 都是数结构 比如说 我们看了数结构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 最明显的是一个根结点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结点呢 会发散出其他的结点 比如左侧的一个子结点 右侧的一个子结点 然后呢 每个子结点 又会继续发散其他子结点 当然呢 数量不止两个 对吧 因为我这里为了方便 它某个子结点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子结点 有个意思吧 就像一棵树那样 一棵树 那它有一个树干 对吧 然后呢 会生出树枝 树枝呢 又会长出更小的枝 然后呢 最后长出一个树叶 对吧 这种结构呢 因为跟树很像 所以称之为树结构 那么 树结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树结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例子 这一页PVT 大部分这个图片 是在之前我们html的课里面结下来的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html 对吧 就是一个简形的一个树结构 它树结构是树形的 那什么树结构特点呢 我回忆一下 是不是我们有个最大的一个html 包含了全部的页面元素 对吧 开头是html 然后呢 结尾是html 就是它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容器 把全部包起来了 那里面又包含了head 对吧 head和body body里面又包含了很多很多东西 head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 那么它整体看起来 可以抽象成这样的结构 一个html这个大结构呢 包含了head和body 对吧 这个树干 接着这些树枝 对吧 这树枝又接着这些树叶 对不对 越来越繁荣苍盛 这么一种抽象出来的结构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比如说我们电脑的一个文件系统 对吧 一个文件系统 比如说你先打开锡盘 你会看到锡盘下面会有很多文件机啊 对吧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我新建一个ppt 比如说现在你去打开锡盘 对不对 打开锡盘 锡盘 然后呢 你就看到锡盘下面会有很多文件夹 比如说什么program file 对吧 file file 还有什么user啊 什么什么的 这样的一些文件夹 对不对 然后呢 每个文件夹里面呢 又有很多的文件夹 那么同样我们经过跟html一样的抽象过程之后呢 它也能提取出像竖一样的结构 锡 对吧 锡盘是最大的 然后呢 它里面有很多文件夹 比如说program files 比如说user 这些文件夹 对吧 然后呢 每个文件夹里面呢 又包含了其他文件夹 或者是其他的文件 对不对 然后最终我们能抽象成 一个竖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OK 这就是数这种具结构 对吧 它在我们的编程里面是非常常用的 包括我们的文件夹 html的结构 html的结构 对吧 这东西呢 都会用到 而且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 也会用到 当然我们以后才会说这些 那么既然说了这个 那我们学这么一个数据构有什么用呢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会写一个程序 比如说我们用node去写一个程序 去便利我们电脑里面的文件夹 便利 那便利它有什么用 大家应该都安装过游戏吧 安装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 也不是安装游戏对吧 比如说你在用一个游戏平台 比如说vgame对吧 vgame 然后呢 你假设你有个游戏LOL 然后LOL是你已经下载好的了 然后你打开这个vgame的时候 它是不是说 可以怎么样 可以查找 查找一个本地的游戏 对不对 查找本地游戏 那么有问题就来了 你怎么去 自动的去查找本地游戏呢 自动的 就说不需要咱们的 用户手动选择对吧 我们自动的去查找LOL这个游戏放在哪 那怎么办呢 其实就很简单了 对吧 我们会先从锡盘开始 对吧 便利锡盘里面的每一个文件夹 看看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文件夹呢 再往里面找 有没有 一直找着找 找到最后为止 对吧 如果你安装的话 最终肯定是能找到的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怎么去 呃 访问树里面 这个树结构里面的每一个节点呢 对吧 就这每一个东西叫节点了 怎么去访问里面的每一个节点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我们现实的一个例子 对吧 所以说树结构呢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带来的例子 是一个更加常用的一个数 对吧 或者说更加基础的一个数 这是一个二叉搜索数 简单二叉搜索数呢 它很简单 它第一个特点是 呃 每个节点 每个节点啊 只有两个几节点 比如说以这个为例子 11对不对 它呢 只有两个几节点 一个是8 一个呢 是16 那么8呢 它有两个几节点 一个是2 一个是9 OK 那么16呢 也有两个几节点 一个是13 一个是17 对吧 每个人都是两个几节点 OK 这就是它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特点是 呃 它的左侧止节点 左侧止节点 对吧 比如说 呃 左侧止节点 小于这个元素 小于自己 然后呢 自己呢 又小于右侧止节点 右侧止节点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节点 以这个节点为例 这个节点是11 对不对 那么它左侧止节点呢 是8 那么它右侧止节点呢 是16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 对于16来说 它左侧止节点 是不是比它小 对吧 然后右侧的止节点呢 比它大 然后同样对于8来说呢 它左侧止节点呢 比它小 对吧 右侧止节点比它大 OK 这是一个二叉手数的一个模型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制作它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会把它的 呃 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逻辑给实现了 然后呢 一个去查译数据 比如说我们实现了数叫t吧 然后呢 我们会实现一个insert的方法 查译对吧 查译什么呢 查译11 查译8 查译6 查译2 查译17 查译13 查译9 就是说都是里面的东西 但是呢 是一个没有顺序的 无序的差译 但是呢 它们仍然能够保证 是这样一个二叉手的一个结构 就说一个是呃 对于每一个节点来说 对于每一个节点来说 它的左侧子节点呢 比它小 它右侧子节点呢 比它大 而且呃 这是咱们要实现的二叉手数数 对吧 为什么要叫搜手数呢 因为它跟咱们的之前学的一个哈希表 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特点 哈希表特点是什么 还记得吗 哈希表特点是定位非常的快 对吧 获取某个元素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的二叉手数数 同样存在这样的优点 比如说 我要这里查找一个值 查找13 怎么去查找呢 首先我们的程序会这样 会先从根节点开始 对吧 这是13吗 不是 而且呢 13比它大吗 13比它大 OK 往右走 遇到16 十 呃 13 怎么样 小于16吧 小于16 OK 往左走 那么最终很快就能定位到这个值 这就叫一 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 对吧 它严格的遵守这个左侧存储比负节点小的值 右侧存储比负节点大的值 那么它在搜索起来呢 的时候呢 效率是很高的 对吧 这是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一种数据的一种方式 好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实现这么一个神奇的一个二 二叉手数数 对吧 我们来看下页PET 实现的分析 数结构的核心什么呢 就是一个个节点 node 就是说我们要实现一个类 一个辅助类 对吧 当然我这写的不是很清楚 我要写一个辅助类 叫node 当然之前咱们也写过 对不对 比如说在我们的 呃 我们的哈希表里面 我们的散列表里面 我们在存储一个数据的时候要把它的key跟value存下来 那么我们选择了也实现了一个辅助类去存储这两个值 对吧 存储这两个值 存储这两个值 那么OK 我们先看一下 从中开始啊 这东西先不看 先不看 我们先从这开始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图 OK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对于每这个节点来说 对于这个节点来说 它要存储什么东西呢 它是不是得知道它的左侧子节点是谁 是不是得知道它的右侧子节点是谁 而且最重要是它要包含了自己的值 对不对 不然的话就你就没有任何东西就没有存了 对吧 那么跟链表一样 链表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会存储一个element 对吧 用于存储它自己的一个值 那么呢 同时存储了一个next 是指向下一个链表的一个变量 对吧 一个变量 那么同样的对我们的数来说 对吧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双 有两个next链表吧 对于我们的数来说 首先它要存储自己的值 对吧 我们叫value OK 叫value 然后呢 存储存储它的左侧子节点left 跟右侧子节点line 这就是它实现的一个根基 对吧 然后我们以这个为例 对吧 以这个这个节点为例 对于这个节点 它自己的值是什么 它自己的值是8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左侧子节点呢 也是一个node类的 一个对象 对吧 这个node类里面的value呢 是什么 就这个节点的value是什么 因为这是它左侧子节点 对吧 是什么 是2 那对于这个右侧子节点呢 它value是什么 是9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数结构实现的一个分析 我们要实现一个类 node的类 来辅助完成 这么一个树结构 OK 然后这个这个是相对没有特别难 对吧 其实它跟链表很像 但链表呢 是只有一个next只向下一个的 对我们的数来说 可能说它还有另外一个箭头 对吧 只向了另外一个节点 对吧 它是一个多维的一个结构 对吧 咱们链表是一维的 一个线条 那这个呢 是多个线的 对吧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PVT 我们要为这个数结构呢 实现一些操作 像我们之前写的那样 首先 我们要注意一点是 在这个数结构里面呢 我们会 会写很多很多的方法 以及辅助的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就知道 因为我们要便利数的话 必须要有个东西叫地规 对吧 无论是删除 插入 还添加 都要用地规 所以呢 我们要有个辅助函数 但是呢 对外部来说呢 我们不能暴露内部复杂的方法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会为外部提供一些 简单的方法去操作它 然后内部的实现呢 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实现操作什么 第一个 添加节点 insert sert 对吧 ert 那么对于数来说 添加节点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对吧 就往这个数里面添加个节点 但是这添加的过程 会复杂一点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添加一个2的话 对吧 这是根节点 OK 这是根节点 root 叫root 好吧 那么对于这棵树来说 现在它有两个值 一个8 一个9 对不对 它是严格遵循咱们二叉数的一个定义的 就是左侧 2必须小于8 9是大于8的 那么我们在查于这个节点的时候呢 必须去对比两个值的大小 如果我们的值比这个8大 那么往右边走 那么如果我们的值比8小呢 往左边走 这是第一个添加节点 那么第二个呢 移除节点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点是这样啊 是829 我们已经添加完成了 OK 然后现在我要把8移除 那怎么办呢 这两个 这个两个交伙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对不对 这是我们也要考察的一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是查找节点 查找节点这点应该大家都不会觉得很难 对吧 就是search 怎么去查找个节点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一开始跟大家说过了 比如说我们要查找一个节点 9 对不对 怎么查找 首先跟这个8对比 比8大吗 比8大 OK 往右边走 比8小往左边走 这样去查找一个节点 这是他大概的一个思路 然后下一个是便利节点 怎么去便利每一个节点呢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 对吧 我们要把 把那个 对于一个系统来说 对啊 咱们要把它全部的文件便利一次 看能不能 有没有我们想要的一个文件 那么呢我们就要想啊 怎么去便利这个数里面的每一个元素了 对吧 重点呢 我觉得这个便利很重要 因为我们会经常写一些便利的方法 在我们的nodejs里面 然后呢 另外一个重要的啊 查找也是比较重要的 最最为困难的呢 是这个移除止节点 因为它要对应的情况非常的多 好那大家不用担心了 我们这节课 要把这个数学好 对吧 要把这个数学好 大家不用害怕 咱慢慢来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带大家回忆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叫站 OK 叫站 站是怎么样的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说了计算机内存就是站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相当于什么 比如说我们有个fn的函数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实际上是入站 对吧 调用完成之后呢 出站 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结构 我们待会呢 会不断不断的分析这么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函数 f1 f2 然后呢 我们在f1里面调用了f2 首先哪个函数会执行 那么我可能会写一个 这样的站的操作的指示 首先啊 这是一个计算机内存站 对吧 用一个方块表示 首先应该怎么办 先入站的是谁 是f1 因为他先调用 对不对 那么后入站的呢 是f2 他是后调用的 所以呢 他里面是这样的这个f1 f2 那么随先调用完成呢 当然是站嘛 单 呃 是后进先出 对吧 所以呢 这f2先调用完成 然后呢 再去调用这个f1 ok 咱们会反复的分析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我希望大家啊 不要忘了太快 对不对 不要忘了太快 因为站是咱们最基础 也是最为重要 对吧 现阶段的时候最为重要 是咱们理解其他的 无论是算法 还是数据结构 都是非常考验 咱们对站的这个理解的 因为我们会 经常用到函数的调用 以及地规这种东西 对吧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地 掌握一下 站这个概念 好 呃 废话不多说啊 我们来接下来就把这个数结构给实现一下 对于我们数结构呢 要实现的东西比较多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实现哪些方法 首先 对于每个数来说 我们要存储一个根结点 这点大家可以理解吧 比如说啊 咱们的数是这样的 对不对 是这样的数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去查找个元素的话 是不是得从根结点开始找 对吧 从根结点 然后呢 这边找着 这边找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必须存储一个根结点 另外一点呢 怎么去理解它 就像咱们链表一样 咱们链表 在查找或者便利元素的 是不是也是得从头开始 对不对 那么对于数结构来说呢 也是从头开始 但这个节点呢 是一个root跟节点 OK 跟节点 然后呢 我们要实现的是insert的方法 对吧 查找方法 然后呢 search方法 搜索方法 remove呢 删除 这个traverse 是便利 OK 便利 便利 对吧 就是把把这个数的节点呢 全部跑一遍 把里面的值都拿出来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便利 OK 这点呢 希望大家不要太大问题 咱们接下来就先把这个主要的框架给实现好了 这是咱们数的一个框架 对不对 然后呢 实现了里面的一些方法 这是操作数的 但注意的是这里啊 这里刚才pt有写 但我没有说 咱们要 咱们说了 要实现一个内部的一个辅助类 去实现咱们的数结构 对吧 但外界呢 是不会直接操作这个node的这个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数结构不在 有两个东西会操作 它 第一个是什么 是insert 查用 对不对 第二个是remove 这两个操作呢 会给这数据点添加一些元素 对吧 添加进来 或者说把一些元素给删除掉 但是呢 这些过程都不会暴露给外界 就是外界在用的时候 只要负责插入跟移除就可以了 我们在函数 我们在这个类的内部 就把它这个功能给实现了 对吧 就不会暴露一些过于复杂的一些方法在外面 好了 我们就开始去实现一下这么一个数结构 然后把咱们之前的代码给拽进来 这还是咱们写字典的那个 先写一个去数点js吧 中文爱好者对吧 然后呢 把这里的字典这个删除 不知不觉 咱们已经学了123456 学了六个数据结构 对吧 这是咱们第七个数据结构 然后呢 最后还有一个数据结构 是图结构 对吧 那个可能会更加头疼一点 数点js 好 首先实现我们的去类 啊 方式 我相信啊 因为这段我讲的可能快一点 因为我相信经过前面 大家 对前面需要结构的一些学义之后 应该很多地方我在做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会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吧 所以呢 我不会 把更多的关注 放在我们代码的实现上面 而是 关注于 咱们 这种 啊 注意结构的思想上面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便利 怎么去搜索 怎么去查入 这种东西上面 我觉得原本是更加重要的 好了 首先实现一个内部的node 类 它允许传有个value对吧 然后呢 它又存储几个数据 一个是value 它的值 等于value 一个呢 是它的let 对吧 左边的叶子 左边的数 怎么说呢 左边的止节点 左边止节点 等于now 现在呢 是now 然后呢 this.line 现在也是now OK 然后咱们要实现的方法 我先把它全部列出来 对吧 像咱们PPT里面写的 然后咱们一个个去实现它 首先是 就是要写一个root 去存储咱们的直接 跟节点 等于now 一开始 初始化的时候 然后this.insert 等于function 对吧 传入一个value 去查入一个值 这是一个查入 查入节点 对吧 查入节点 第二个是search 搜索节点 this this.search 等于function 同样的通过值去查找 对吧 因为咱们只有这么一个值 是可以知道咱们存储咱们是什么的 然后呢 下一个删除节点 节点 对吧 还有一个便利节点 便利 节点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 很小气的 把这个便利放到前面 对吧 因为便利会稍微简单一点 咱们先把便利给学会了 travel travel 等于啊 一个function 然后呢 删除 节点呢 this.remove 等于function 可能是呢 是根据值来删除 这是咱们要实现的 insert search travel 跟remove 方法 ok 首先 从最简单的一个insert 开始 说起 好吧 我们先把代码的逻辑给捋一下 把这个在浏览器里面打开 咱们需要一个大白板的画画 首先 对于咱们的数绝构来说 我们在添加节点的时候会遇到两种情况 第一 现在数是空的 数是空的 对不对 那么第二种呢 是数 不是空的 说白了 不是空的 那么两种 两种情况的区别是什么呢 ok 如果第一种情况 数是空的 ok 我用红色笔表示 数是空的怎么办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节点直接添加进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 同时要注意要把它设置为什么 要把它设置为root 跟节点 ok 那么第二种情况 数不是空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去对比 它的值 比如说 现在我们 第一步采入的时候 第一次 我们采入几个数据 第一次采入8 第二次采入2 第三次 去采入3 对不对 去采入这么几个值 那么 或许这个有点极端吧 第四个我们采入一个9 ok 那我们在采入这个情况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采入一个8 对不对 这时候是怎么样 数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对吧 是空的怎么办 直接把8设置为根节点 然后呢 我们第二次采入一个2 这时候是什么条件 就是数已经不是空的了 对不对 ok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要把这个采入的值2 跟这个8比较 哪个他大于8还是小于8 对吧 那么他小于8 那么他应该在哪 应该在数的左边 2 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采入一个3 对吧 ok 首先先从根节点开始比较 3 大于8吗 小于对不对 ok到这 然后呢 3大于2吗 大于 好 继续到他右边 3 但是呢 对这个2来说 他的这个是now 对不对 因为咱们的now的类呢 初始化的时候是now 对吧 还记得吗 咱们的now的类 对吧 left 哎 嘿嘿 left呢 是初始化为now light呢 也初始化为now了 ok 好 那么我们 现在啊 最后一个采入一个9 对吧 他也是满足一个 不是空的一个情况 那么呢 同时呢 啊 该忘了说了 我们的 对咱们的这个根节点来说 同样 他的右边此时此刻应该是now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考虑这个情况 查入9的时候 查入9的时候 那么9比8大吗 大 ok 就往右边走 这时候 发现这个节点是now的 是空的 对吧 咱们就可以把9放到这了 那如果像刚才这样啊 像刚才这例子我说的还没有太明白 我们在查入3的时候 首先跟8比较 小于8对不对 往左走 那么我们发现 8的一个左 一个左侧的节点 是不是有了 对不对 就说3能放到这吗 3 3当然不能放到这 对不对 因为这个节点已经占了 那么3呢 需要再次跟这个2比较 ok 好了 我们从第一种情况开始说起 我们在查入数据的时候 需要分析两种情况 对吧 第一个数是不是空的 对吧 ok 那我们怎么判断数是不是空的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的root 初始化为什么了 初始化为now了 那如果我们在查入元素的时候 发现这个root是now 是不是说明现在还是一个空数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查入元素 比如说查入8的时候 会令这个root 等于 啊 root 写多一个o 对吧 等于这个8这个节点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情况 数不是空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不断的对比 对比数元素的一个大小 对吧 然后呢 去再决定它的查入的位置 ok 好 希望这个流程 大家已经了解的够多了啊 咱们就开始实现一下 这个insert的方法 首先进来判断了 if 或者说咱们应该这样 对吧 无论 你怎么样 无论你 是不是空的数 反正最后都要查入一个节点的 对吧 咱们就把它定为new node 等于new new node 对吧 value 好 然后 if 如果root 等于 now 什么意思 就说现在等于now 是不是说明它是一个空数 咱们解释过了 对吧 是空数 那么应该怎么办 root等于new node 完事就那么简单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不是空数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去查用呢 ok 咱们现在先把代码给写好 然后呢 再反过来着重去理解它 ok 首先我们要实现一个方法 warninsertnode 它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node 一个是new node ok 然后呢 我们会在这里调用这个方法 insertnode 对吧 调用它 然后呢 把咱们现在的node传进去 那咱们node现在是什么 是从跟节点开始的 root 然后呢 传进new node 就说我们现在传了两个产数 一个是什么 跟节点 一个是咱们刚才新建的 这个new node 这个新的节点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实现一个node的方法 这个insertnode的方法呢 我们待会会解释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先看代码 好 现在我们要看它怎么去实现的 我们回忆一下之前的流程 比如说我们现在 第一种情况不说 因为root等于到空数的时候很简单 对吧 令root等于这个空数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我们要插入的 字符为8239 对吧 刚才那个例子 ok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8已经插入进来了 对吧 而且呢 它左边是什么 是now 然后呢 以及它右边也是now 现在我们要插入2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应该跟用2这个值 跟8这个值做比较对不对 那比较如果比它大呢 往右边走 比它小呢 往左边走 当然你可能会 重点问题在哪呢 什么叫往左边走 什么叫往右边走 待会儿 你会看到这个代码神奇的地方 好了 第一步比较 if node 对吧 点value 大于newnode 或者说我反过来 大家应该会理解点 如果我们插入的这个新的节点 newnode是新的节点 对吧 给大家备注一下 嗯 好了 我觉得应该不要 newnode是新的节点 新的节点 OK 那新的节点 if newnode 点value 大于node 点value 怎么办 newnode的值 大于node的值了 那么 这时候我们应该 往右走 对不对 往右走 往右走 那么 else if newnode 点value 小于 node 点value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新节点的值 小于当前节点的值 那么应该 往 往左走 走 对吧 往左走 那么怎么去实现 往左走 跟往右走呢 对吧 咱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信息的地方 往右走的时候 注意啊 往右走的时候 还要做一个判断 对吧 比如说这个例子 我们现在 插入要8 2 3 9 要插入这个数据 对不对 OK 我们插入了一个8 然后我们插入2的时候 对吧 那么现在8的左边什么 是no 然后呢 替换为2了 那么它右边的还是no 就是我们 要把一个节点 插进来的判断条件 不仅是说要看它 比这个节点大还小 而且要看它左边 有没有值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在插入3的时候 这插入3的时候 跟8比较小于8吗 OK 小于8放这 那它能直接放这吗 不能 因为这个节点已经被占了 所以呢 你要继续 如果这个节点不为no的话 对吧 不为no的话 那么你要继续跟它比较 对吧 然后比较 翻在右边 那它右边为no吗 这时候 那么2的右边当然是no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3放在这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分两种情况 if 对吧 if new node 点 不是这样 if node 点 right 等于no 如果这个节点的右边的值为no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节点放进来了 那么node.right等于new node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种如果不为空呢 我们需要继续比较它跟下一个节点的值 对吧 同样的这也是一个道理 if node.left等于no 那么node的left呢 就可以把这个new node放进来了 OK 同时呢 还要考虑另外一种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还看这个例子 8239这个例子 好吧 OK 咱们从这个开始分析 现在呢 咱们有这么一个节点 对吧 我发现这样会好看一点 假设啊 咱们已经把这个8放到这里来了 2已经放到这里来了 接着现在我们卡入3 OK OK 咱们第一步 3在卡入的时候会进行一个比较 对不对 这行代码 那么这个node呢 现在是8 new node是3 这个值 OK 然后判断了 new node值大于node的值吗 不大于对不对 那么会走这个 new node的值小于node的值 OK 然后呢 就开始执行这个代码了 如果node 现在node是8 OK node是8 如果8的左边等于node的话 那么我们比如说这个是now 现在是空 那么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把3放在这了 对不对 因为2就是这么干的 2也会跟8比较对吧 然后发现8的左边是now 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直接放到这来 就直接把它设为node.left 但是我们另外一种情况 是3的这种情况 那么3有什么问题呢 他去寻找这个node.left 发现是now吗 不是now 而是什么 而是2 对吧 那他应该怎么办 那他应该 回忆一下刚才咱们的例子 他应该跟2再比较 对不对 那么这种比较结果是什么呢 是3大于2 那么他应该放在2的右边 对吧 那这个怎么去实现呢 其实很简单 看代码 看代码 else insertnode node.left newnode ok 同样的在这里 先不说同样的 我就看这个例子 好吧 就看这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还是那个例子 8239的例子 ok 我换了个颜色 8239 不换了 829 那么现在呢 这个8在这 这个8在这 然后呢 这个2在这 对吧 然后我们考虑巧入3的情况 首先我们第一遍 调用函数是在下面就调用 对不对 在下面就调用 现在看不到了 然后呢 我们第四执行这个 insertnode的时候 第一次执行啊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它的node的值是什么 是3 18对吧 然后newnode的值呢 是3 然后呢 经过这个判断 现在的值 小于node的值吗 不不 大于的话吗 不大于 然后呢 就走这个小于 对不对 小于吗 成立 ok 在怕 在这里面再判断一次 node的left等于now吗 就说 对于这个接触的时候 它的left是now吗 明显不满足条件 对吧 所以这个代码不能执行 会走else这里 ok走else了 else 然后呢 我们知道 else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做什么 要让三跟这个二再次比较 对不对 再次比较它们的大小 那么我们在这里 再次调用了一次这个函数 再调用了insertnode 然后呢 把node的left传进来 是什么 node的left 就对于它来说 它现在是node 对不对 它left是什么 是2 然后呢 newnode呢 是不是还是不变 还是3 对不对 好 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那么它在第二次调用的时候 对吧 node是什么 是2 newnode呢 3 为什么 因为这个值被调用到这来了 懂我意思吧 这个值呢 被调用到这来了 ok 所以说第二次insertnode的时候 它实际上已经改变了 对不对 变为2跟3了 然后就开始判断了 newnode的值 现在是多少 newnode的值是3 node的值呢 node现在是它了 ok node现在是它了 它现在是node了 它是什么 它是2 满足条件吗 满足 ok check it 走这里 对不对 if node的line node是什么 2 它的右边为now吗 明显为now 对不对 现在为now 为空的 那么node.line 就是2的这个右边 这个 等于newnode 就是3 就是最后把3放到这来了 是不是神奇的满足了这么一个条件 对不对 这种操作方式呢 就叫地规 地规的好处是什么 咱们会一层一层的去深入这个数的一个节点 对吧 那么呢 对于每一个节点呢 咱们都会有相同的操作 比如首先我们会对根节点有这么一个比较操作 对吧 然后呢去看比如3比8小 那么我们我们的手或者我们的脚会继续向下去探查 那么对他呢也进行同样的操作 对吧 然后最终把3放到这来了 那比如说这里再有一个值 比如说这原本是有个4的 是不是还得还会操作一遍 对不对 然后再操作一遍 然后呢把他把3放到这里来 对吧 就每一个操作都是一致的 对吧 这就是地规的一个魅力啊 我们就通过地规的方式把这个代码给实现了 然后呢同样的往右走是一样的道理啊 insert node对吧 插入数据 然后呢 节点呢 是往右走的 那么insert node ride吧 new node呢还是不变 ok 这种方式就是插入数据的一个方法 好吧 这个insert node呢 够大家消化一会儿了 对不对 因为这是大家第四接触这个地规 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蒙 ok 好 大家先把这个写一下 咱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再看下面的一些方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